我现在来简介 我想这是最新的 专门佛给印刷业所使用的 ERP OK 这是我们来看看 就是在未来 我想不是要在未下个十年 在印刷业的经营 或许在咨询化这方面 可能要多思考 那要思考 主要是两件事情 在管理跟商业模式上 一个是 必须思考你可能需要有一个 好的ERP 或许才能够让你在下一个十年 你在经营 在管理你的事业 才能够用更有效力的 更低的成本 以及对人力的需求 是最简单的 第二个是商业模式 我们经历这样子一个 疫情 其实 所有的人 经营事业的人 都必须思考 电子商务这件事情 那印刷的电子商务有时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消费产品 或者是完成品的电子商务 其实有所不一样 那我想对于印刷的电子商务 它的难度 更高于现有 你现在看到的 消费产品的电子商务 第三 面对未来 去劳动力这个问题 我想 或者是劳工薪知 或者是劳工的制度 那 你必须思考 如何让你的生产 你的经营 更加的自动化 那 在这里主要 在我们印刷页 我们能够自动化 以现在来讲 能够完成的 在印钱 就是从接单开始 到 列印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流程 自动化 接下来是 那 我印好的东西 后面的印后工作 的自动化 第三 是在 我们在做 所有的工作流程 那 我所有的工作的讯息 如何自动的传递 到 每个需要的单位 或每个需要的人 这套ERP 其实是一个云端的方式 基本上 什么叫做云端呢 我简单的 讲就是 可以来看 透过浏览器 使用你的账号 密码 登录 OK 这时候就登录到 ERP ERP系统 OK 所以它 能够 随时 随地 而且 透过ERP 的资讯管理 你更可以透明的 来管理 你的事业 然后它适用于平板印刷 一直到数位印刷 OK 那现在呢 在下个月 它同时 适用于标签印刷 那这个标签印刷 可以运用在 卷对卷的 所谓的全轮转 跟 揉印机 然后呢 同样在这里 有非常有效率的 印刷列印生产的管理方案 你可以通过工作流程 来知道 你的工作 工作流程 建立好 你可以 来追踪你的工作 现在在哪个工作流程 那车间管理呢 是你可以很 透明的管理知道 你每一台机器 可能在 你有三层楼 不同的设备 放在不同的楼层 可是你可以在 这里去知道 现在这个机器 跟这个人 他的工作 和状态 是不在工作中 那是工作 那是工作哪一个工作 等等 好 那同时 一个好的ERP 不是只专注于 ERP这件事 而是他必须要能够有很好的整合方案 那可以知道的整合方案是 向前必须要整合到电子上 向后整合自动化 那这是这一套的 ERP的工作的功能 的功能跟模组 从报价工作 我们来看这里 然后呢 从客户关系管理 就是我的业务跟客户的彼此沟通 如何开发 如何传递 如何传递报价系 如何传递询问系 如何传递 例如过年过节 一个贺卡 或者是我今天我们公司要修 有一个假日 工作到什么时候 我如何很有效率的 发出这个讯息 给我所有的客户 然后报价工作模组 工作流程管理 升管计划 工作白程 员工工时 车间管理 这个是 从报价到工作 那这里呢 当我的工作进行中的时候 我可能 要采购我的物料 订购管理 采购订单管理 完成工作后 我要进行送 例如送货单 开立送货单 你需要安排送货 开立请管单 OK 然后还有应付应收账款管理 好 然后正向再来呢 我的仓储库存的物料的管理 OK 那这是一个 基本介绍的一个工作流程 从工作流程 来看 就是整个ERP的工作流程 客户 预估报价 然后呢 处理客户的订单 订单完成转工作 进入了生产计划 生产管理 OK 然后呢 完成以后呢 运送账款 然后 然后呢 在生产管理的时候 随时可以 看进度 现在工作到哪个工作流程 OK 那是在等待呢 还是已经在哪一台机器 在进行 好 然后呢 测试一套 运刷加工 运刷 以及 运刷加工设备 与 物料 高度 相关 的 ERP 例如 展示一下 在这里 机器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的机器 OK 平板印刷机 印后加工 材质机 印前指的就是CTP 数位指的是数位的单张印刷机 绘图机 OK 这个时区代表的是 所谓的自动装定机 OK 这是翻译的问题 自动装定机 OK 标签机 好 这是我 这是完全相关于 好 这是平板印刷机 好 所以 你显示到了这个类型 它的内容 完全相关于那台机器设备的内容 好 例如 我是平板印刷机 颜色数 准备时间 印板准备时间 我用的印板 好 这是 那 我们来看看 CTP 印钱 OK 这个是 TRAP MAKING CTP OK 这是出版机 好 那 然后在这个机器呢 我通过筛选 硬后加工 筛选机器 这是硬后加工机 切脚机 磨切机 折弧合机 附魔机 好 所以它 所以呢 它是完全相关印刷与加工设备 CTP 材质机 印刷机 附魔机 贴合机 装定机 壶盒机 烫机 以及其他 加工设备 都有机会 加入在这样的 RP 同时 它也跟 物料 高度相关 纸张 油墨 印板 还有 所谓的 彩盒或 卡通 所需要的 刀某 仪刀 这个板筒 是 针对标签印刷的 全轮转或 揉印 它根据 会使用 不同 尺数的 板筒 来印 来当作 板筒 来印 OK 以及其他的物料 那我们来看看 物料呢 就是库存管理的物料 浏览我的库存物料 我们可以看 由筛选 这里来看 可以纸张 有油墨 纸箱 印板 OK 以及其他 没有特别 非常明显的 特性的物料 可以成为 一个项目 一个item 谢谢观看 第一阶段的 ERP的简介 第一个部分 接下来 我的part 2 就会先针对 这个 这些的功能模组 简单的做 一一的介绍 在下一阶段的 第二部分 谢谢观赏